其實最近業界流傳著一個冷笑話 他講說 這個台北東區的經電面 最近刮起了一陣所謂的新震撼 什麼震撼 廖震撼 說實在 這笑話是冷 只是話題真的是熱的 1.3億直接入手 而且美人姐他的地點 你看一下 他其實是在大安路 跟中校東路交叉口 那個給他賓 其實大家很多人常去 那他裡面大概有48.2坪左右 美瓶他目前的單價買的 採購的金額是 大概269萬 那事實上美人姐 很多人覺得這個金額到底高過低 其實實價登錄 登出來的這個數字 他這個金額其實不是最高 單品不是最高 但總價1.3億是最高 那好了 很多人就覺得 這個廖正涵 心裡打的到底是怎麼注意 像美人姐 那個維蜂集團 他算是百貨業 算是後勁者 是沒有錯 他本身也是 其實目前我們台灣 那個百貨業最年輕的董事長 但廖正涵有一個特點 他本身在經營能力 專門會帶人潮 電租再高 沒那麼怕的 對 所以其實廖正涵自己本身 他開始來採買店面 很多人覺得 怪了 以前維蜂廣場的策略 不是這樣 以前維蜂廣場 他的策略是什麼 在老董事長 廖偉智的時代 他其實他是 輕資產策略 什麼叫輕資產策略 就是二房東 不買這個建物的 你看我們的那個維蜂的台北車站 維蜂的姓意松高 他只是二房東 松高是跟南山租的 對 然後那個車站是跟那個車站租的 BOT 廖正涵很厲害一點 就是很多地方都廖正涵 我們去看東區 南山的給廖正涵經營 國泰的給廖正涵經營 然後車站的給廖正涵經營 三軍總醫院給廖正涵經營 之前我跟那個 我們有一度傳出來說 我們的巨蛋 有可能會由日商來接手 日商接手完之後 他們純粹要當金主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誰來經營呢 找廖正涵 這廖正涵他就是可以包山包海 真是厲害 其實廖正涵的經營能力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他根本沒在怕 他是個後進者 房租 電租再高一樣富 所以其實廖正涵這樣的一個策略要幹嘛呢 他其實完全違背了他爸爸以前的策略 好 那為什麼他今天要做這樣子一個策略呢 廖正涵其實在2012年那一年 他其實他們微風的廖家 其實原本他們的地 其實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他在那個復興南路 這個他們的店 黑松 對 他其實是跟黑松張家買的 那時候其實在1994年 廖偉智他在那一年標了4000坪的土地 那後來呢 這個他們一個是房東 一個是房客 其實合作非常愉快 但後來就出了問題了 因為其實廖正涵他們經營 因為經營能力很強 他一路受到微風條款的打壓 附近 我們不要說那附近收購百貨什麼 大家每一個人拼命要圍堵他 那他自己發展很不錯 每一年他都是營收破百億 直接房租他每一年付掉兩億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一定要擴展微風二期 結果呢 想來想去 思來想去方法是什麼 乾脆就入股 這個黑松的張家 結果他是悄悄入股 後來那個黑松張家知道了之後 閉靈 你剛開始你偷偷吃我的石骨 給我占掉一席董事 後來是兩席 所以有黑松經營權之爭 對 所以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這樣不擋 被擋下來 結果功虧一虧對不對 對 但是廖正恩從此學到一點 我長久要經營 我不可能完全沒有店面 所以到後來他直接你看喔 美人姐他在那個黑松經營權之爭之後 開始了他要跨足房地產業界 在2015年他的微風信義店 有這個房地產代銷業子進駐 美人姐你有看過百貨公司裡面 直接的賣房子嗎 沒有 史上頭一招 而且賣得還不錯 居然還這個 因為到了進駐微風信義 居然他的業績增高了將近兩成 所以呢 後來廖正恩打算喔 有這個想法開始去試水溫 最後呢 他出手列地 而且用1.3億來買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精打細算的廖正恩 他都已經出手經營了台北東穴經店面 說實在春天不會遠 房市現在就是低點 是是是 不過這有一點鼓勵大家 因為有錢人這時候出手買房子 他絕對不是拿錢出來玩的嘛 對不對